我叫文班法力无边 散场营销 圣城门边 四七中六十分优秀 两眼一黑 他妈八连败到手 哎呀这班子 他是永远不会让二哥我失望啊 打倒数第一的灰熊 半场领先十七分 最后还能带队稳定诉求 他真的我哭死 他永远都不舍得打我的脸 因为他知道 这个世界只有我对他是真爱 其他人都是在捧杀他 永远不肯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有一说一 班子进到内线 威力还是很大的 禁区附近五四出手 命中四球 他那大长胳膊配上无敌的身高 隔着人把球放进筐里 也是轻而易举 但是他的心里 永远住着一个杜兰特 你一般的痴迷中远距离头哪 这差不多就相当于 我他妈拿着杖八舌毛 却总想着跟人贴身肉搏 一己之短 工人之长 将武德发挥到了机制 以前我说班子是第二个唐斯 可是今天唐斯打梯湖 全场十一投十中 砍下29分九助攻 同时还命中了决三 很明显他的进攻技巧 不知道比铁匠文班亚马高出多少 考虑到辉雄已经是西部倒数第一 并且是联盟胜场最少的球队 打马次之前只赢过两场 这真的是马次结束连败最好的机会 可是班子还是不能带队英雄 未来四场 马次将两战快船 再战勇士绝金 感觉十二连败 已经提前预定了 班子也给我船送两场福利 另外今天输给辉雄以后 马次三胜十负 已经成为新的西部倒数第一 挺久之前 我说了一句戏言 文班可能会迎来另一个状元搭档 没想到他是来真的 字幕参加价格 杼本門不期计一种 来证明 是 门 在 20